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就几秒钟 他是从抖音上出来的 这是朱镕基去拜访了某个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现在的 不好说 从穿衣服的角度来讲有可能 因为看起来是冬天的 那后面但是是给人拜授去了 做那个人是谁不知道 我在推特上有好几个人问 说做那个人是谁不知道 是不是朱镕基的老师 或者说起码在朱镕基的角度来讲 是他感激的人 或者是他辈分的人 超过他辈分的人 那这就是一个故事了 因为如何解读 如何解读这故事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里面的讲话 里面的讲话很不清楚 就是他录音的原因很不清楚 就这么一段话 那为什么朱镕基露面 朱镕基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们没有看到露面 几乎都在任何场合都没有露面 那他出现的场合呢 他这个出现场合是他被人搀扶的去拜年 这个在里面讲述了 在我眼睛里看到 一个是他的时间点 是视频出来的时间点 而并不是他自己去拜访什么 那另外一个他身体的状况 他身体状况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故事 那发帖的人呢 骂他 就是是现在丑陋的一切 就是中共国丑陋的一切 是由江泽民朱镕基的年代奠定了一切 走到了今天 所以完全是骂他的 那我以为呢 朱镕基不买习近平的账 挑战习近平 其实是反习势力当中的一部分 应该是反习势力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又跟江泽民不是一伙的 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一伙的 大家记得在11月30号 江泽民死后不久 大概在12月23号吧 在网上就流传了一些类似的视频 当时是江泽民活着的时候 跟自己的孩子之间的互动 有朋友也提到 说涛哥你能收入那些视频吗 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东西就完了 那个东西完了 但恰恰在朱镕基却在这个时候 在过年的时候被人拿出来 而这段视频去给人拜授 那过年是过年怎么会拜授 除非这个过生日的人 正赶上他的生日 所以这就是里面 在我眼睛里这是里面的故事了 里面的故事 关键在于披露视频的人 应该说在反习势力 被习近平以这样的方式压掉之后 那在所谓的解封之后 中共国出现了那么大的伤害 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那结果在钟荣基的角度来讲 在反习势力的角度来讲 有人去挑战习近平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 他们的年龄都很大了 他们的年龄本该是死去的年龄 是禁不住这样疫情袭击的 但这批人就是这么一批人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离世 我们看到离世的都是那些 搞教育的 搞教育的 搞文化的 就是与中宣系统 与教育系统相关的 主要是这么一拨人 包括做药的 包括做药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是说瘟疫有它的 瘟神有它的安排 有它的明确的故事 那在现在疫情传染这么厉害的时候 钟荣基敢去拜访 到别的人家里面 他们都属于高危年龄的 他为什么敢去 他为什么敢去 所以这些都可以留下故事 而在所有现场的人 没有任何人戴口罩 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 这是一个值得疑问的 所以我也可能根本不是现在的内容 有可能是更早的内容 以前的内容 那故意放视频的人拿出来 所以我说反习的势力的一种表达 但这种表达没有用 因为钟荣基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他没有势力 他自己没有势力 他不是一个 他只是表现他自己的 那如果你说钟荣基还在 拿刀把习近平杀了 那你就去杀去 那你说他仰仗整个背景的势力 没有什么 那这就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太多人对习近平不满 但是呢 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最大的本事 习近平可以让中共体制当中 所有的人都不满 但是他可以把共产党装在兜里头 而所有人拿他又没办法 这就是习近平最大的本事 所以钟荣基的露面 透显出习近平最大的本事 和天灭中共的过程 真真正正天灭中共的过程 这种故事 偏偏很多朋友们 我以为很多朋友们反映的故事 老是在这种 你来我往 你杀我打的这种场面上 去讨论是跟不是 中共重症医学专家 钟明说自己扬了 这是个蛮有趣的 这是个蛮有趣的 24号 昨天 钟明在自己圈里写说 2020年1月23号出发去武汉 2023年1月23号两根杠扬了 正好三年有始有终 他自己扬了 而他自己是干嘛的呢 这个人干嘛的 是中共 中共病毒危重症临床救治专家组的专家 复旦大学 这个中山医院重症研究 重症科的主任 所以他两根线扬了 没想到现在扬了 可能还是抵抗力下降了 24号跟新闻说 三年前到了武汉 三年后扬了 纯属咬合 纯属巧合 有始有终 我借助他的说法 他自己巧合 他自己觉得巧合 他自己从没想过 这是摧毁他们的过程 这是摧毁他们的故事 那在摧毁的过程中 让这些拥有思考的人 有机会去思考 那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养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麻烦 结果三年之后 在同一天他养了 我强调 我所强调的是这个故事 那这样的故事 当他去跟彭博新闻讲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在告诉这所有的人 在告诉今天活着所有的人 今天的温神所故事的一切 无论你是谁 如果我想干你 立刻就干你 而这位重症史的专家 中共病毒的专家 重症的专家 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样的 自己只是觉得时间是个神 他不会这么说 时间是个神 把自己干了 把自己干了 他这里也没有讲他是多大年龄 没有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 我只能说我想跟大家提醒的 大义游言 夜份中共党员名人死去的名单 这是一个汇总的名单 有很多内容我们讲过了 但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 就是赵尔康 赵尔康是个很有名的演员 我们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有看过他一些电影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 他死了 他死在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 八十二 死在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 那他原因 他的消息是被他儿子给发出来 他儿子叫什么赵尚康 我不知道是不是 同样也是演电影的 看着个名字像 21号他说是 他自己讲 21号晚上11点 住了北大了 去抢救无效 然后就死了 丧事定在25号 八宝山送别 丧事从简 这是他儿子拿出来的消息 赵尔康 我们知道前面刚刚跟大家说了几个叫平的 死了一个导演 也是北京的 55岁 突然就死了 那是正月初二 他是大年三十 这条线依然是这样的方式走的 病毒在袭击着电影界 那这些人为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为中共 为中共抬轿子的人 那他的 他的世出的一切 他的生涯的一切 他的世出的一切 就是为害中国人的过程 当然他自己不会这么说 他自己说 我就是演电影的 我们就这么个环境 所以无所谓 那他在利益的层面 在自己世出的层面 他这么讲 是非常有他道理的 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 他的命运的安排 就是这么一个悲剧的角色 可能朋友也会说 那他82的该死了 是吧 那没问题 你爹82的时候该死不该死 你娘82的时候该死不该死 这话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这故事 黄泉路上无老少 而在大年三十 这么个演共产党的故事的人 这么有名的人死在这儿 哥哥死在这儿 是给今天活着的人死着看 所以他活着的时候 是给大家伙洗脑的 他死的方式 又让大家伙去反思自己 能否自我拯救 能是否有能力自我醒悟 在我眼睛里是这个故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